大家好,我是小佐,今天是5月29号星期日,今天我们继续分析一些重要的股票,欢迎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会员 我们周日的话题是对WSB概念股进行分析,灵涨股 WSB概念股呢,一共有29只啊,我们将把这一周吧,就是这周一到周五这一周啊,非常领涨的这些股票啊,说一说啊 很多股票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股票啊,我们先看第一个专业零售啊,这个游戏驿站啊,GME,我们看一下 游戏驿站这只股票呢,我们近期啊,对它的跟进呢,有两个点啊,一个呢,是上次的止盈啊,在这个位置 这个止盈呢,是按照大型的下跌啊,就是相对平缓这个趋势线吧,啊,去做的止盈啊,大家还记得吧 那么止盈之后呢,啊,多头呢,将再次等待一轮新的止跌啊,那由于近期呢,一跟跟随大盘一起一直不断的往下跌啊 所以呢,啊,我们在跌的过程中呢,补充画出了这样的一个下跌趋势线 同时呢,我们上次呢,在下方画了一个重要的水平支撑区 那么近期呢,随着大盘的一个反弹,那GME也是和大盘一起啊,在这里横盘,随后呢,谈起 表明什么,表明下方这个支撑区还真就是有效的,对吧 那么这个下跌趋势线也被强势的突破啊,所以呢,近期还是在往上运动 好,那对于游戏驿站应该怎么去看呢 目前呢,还是处于多头的一个小范围啊,反弹 那么下一次呢,将继续测试更高的这个下跌趋势线啊 或者是上方这个相对水平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哈,上次呢,啊,这个位置 我们画一个啊,画一个线 我觉得上次啊,这个位置很容易就被突破上去了,对吧 表明这个阻力区,这一次也很容易被突破上去 大家看,对不对 那么上一次呢,在这里稍视停顿了一下,然后啊,再次往上测 表明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停顿呢,啊,也是被有效的突破了一下啊 最后呢,是最在最上方这个下跌趋势线啊,形成了重要的阻力啊 走出了这么一波回落啊,这么一波深度的回落 那这一次呢,大家看啊,本周的这个周五这一天是形成了一个啊 首先是周四啊,突破中间化的这个横向阻力区 然后当天给出回落 那么在周五这一天呢,啊,再次啊,往下砸 然后再弹起来啊,那么后续呢,啊,看这两个K线图 给人的感受是呢,后续有望继续向上去测啊 所以多头要注意哈,调整你的移动止损 不过呢,由于他近期是偏无序震荡啊 所以我们还是啊,要相对谨慎一些啊 不能按照趋势行情去那么预期 那么震荡行情的预期是更谨慎的 为什么震荡行情 它的一个表现呢,更难以捉摸啊 更难以捉摸啊,包括大盘 说大盘现在进入到比较确定的牛市了吗 这个问题大家仔细思考一下啊 我现在没有答啊,我认为还不是确定性的牛市啊 还不是 那对GME来说呢,我们啊,近期要关注这些阻力区 那么上次呢,在这 这个突破啊,这个红线啊 我们把这个改成红色的 待会再改成这个蓝的啊 这,接下来呢,可能要去测试这个红色的区域哈 注意这个是震荡行情的一个重要的阻力区 上次虽然一根K线弄上去了啊 但随后又下来了啊 表明这是一个小的双重顶 怎么是双重顶 左侧顶 弹起来右侧顶啊 这右侧顶是单单一的一个K线啊 对吧啊,当天啊 弄下来了啊,形成一个右侧顶 双重小顶,在这个位置也是个双重底 对吧 我们再看这,这是不是一个双重底 右侧更高的底点 是吧,所以多头 理论上应该在啊 双重底的右侧这个突破位置进场的啊 那么现在呢,啊 多头应该更关注啊 何时去止盈 怎么去止盈 这是JME 收的点多啊 但是 对于K线的分析呢 还是有一些帮助哈 好,我们看下一只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AMC啊 属于啊 影视娱乐类的啊 包括院线啊 包括做一些节目啊 包括电影 电视剧 好,我们看看AMC这个 远线 哎 AMC这院线貌似刚刚形成双重底 大家看 那么他呢 这一波回落要比刚才那个 呃 JME要深哈 你看 想接下来 我们上次呢 是在这里画出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区 那么这个支撑区呢 如果啊 接下来在这里弱势的回落一下啊 然后啊 可以多头可以继续啊 做突破的向上走 对吧 嗯 理论上按照技术上是应该这么看的 好吧 这个图 这图就就这么看啊 你看下接虚实线都不好回踩 强劲的拉起啊 这说明啊 多头应该尝试去做多是吧 多头挂 多不但进 或者直接进的话 止损可以适当的小一点 比如说13啊 稍微微 也稍微大一点 因为他有时候日内波动也比较大啊 理论上是应该看啊 这个往上走 那至于走到哪呢 我们刚才也画过一些区 这个阻力区啊 你看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一个近期的阻力位啊 你看这个位置 之前有所停顿吧 嗯 那么在这啊 大家看啊 到时候会不会有停顿 好 这是乐观区 当然理论上 W底的一个测量位呢 应该是就是在这个附近 差不多吧 W的一个高度和他的指引 第一指引位的高度在这啊 第二指引位当然是在更高的位置 在下跌区而附近啊 第三指引位啊 他就特别强制又上去了啊 那么到更高的阻力区 第三指引位啊 叫target1啊 其实target1目前来看是这啊 target2是这个下跌区线 target3是这 AMC 说万一上不去怎么办 对于技术分析者来说呢 对我来说啊 我有时候也会要看一下形态和K线啊 那这里双重底就假设啊 应该走一个 说看到双重底的时候 空头会怎么想 空头先边上观望呢 对吧 双重底 双重测试 双重测试哈 所以空头应该是在观望啊 理论上啊 要不然就没法分析了啊 好 我们看一下KOSS 高斯消费类电子 我们看看啊 高斯 哎 高斯这个图呢 和另外两个图都是类似啊 我们也找到他近期的一个支撑区 我应该把它换成蓝的 我不喜欢红的啊 蓝的更好看 嗯 呃 我们把这个下跌趋势线画好 有有人一直问这个图啊 这个图啊 实际上非常难以交易啊 由于这个过高哈 我们把这个下边这出点 多多多碰一些啊 多碰到一起 好 对 这个图现在应该怎么看 近期看 马上就要碰到这个趋势线了啊 所以多头要注意了 说他那么上去不知道啊 你看这个多毛啊 所以这个图应该 pass啊 也就是说这种属于高风险股票 有人说啊 现在你看他都要上去了 那如果在过去这一年多以来啊 过去一年半以来 你一直都觉得他要上去 那你有可能被他深套啊 最高120 最低起 最低多少钱 5块钱 4块钱的 对吧 所以这东西啊 还不像刚才那两个好看的啊 这个图 他确实有可能往上走 但我不是特别喜欢他啊 嗯 好 那如果非要做的话 直选一定要带好 对吧 嗯 不想不想不喜欢这个 好 好 我们看一下MVIS 科技仪器啊 他也是近五天领长的啊 也就是上周啊 就本周吧 本周领长 我们看一下MVIS 嗯 MVS并没有如我们所预期的 在这里止跌 那因此呢 应该按照趋势理论去 止损 是吧 不对啊 就是说右側交易者啊 没有等到那个止跌信号啊 你应该止损 对吧 有人说这有根小阳线 那这根小阳线后边被破位的话 你就应该在这止损 非常小的一个窄幅止损 对不对 哎 这就是呃 右侧交易者 他也面临这样的一个回落啊 我们之前说过右侧交易者 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右侧底 对不对 理论上右侧交易者出现这根阳线的时候 应该在上方挂突破单进场 你会发现你要是挂突破单进场 你次日无法成交啊 他是阴线直接弄下来的 没有创新高 没有任何一个高点 对吧 超过昨天那根k线的高点 所以啊 突破单是无法成交的 那么这样呢 给出了一个回落啊 那那他会怎样呢 理论上啊 现在呢 应该重新的思考这个图 我们把它画掉 我们看这个 他的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线啊 因为他创了新低了 对不对 新低点是不是标志了 所以我们的波波峰啊 要连到这啊 所以这么连 这就是新的趋势线 这原来的趋势线已经被破了啊 应该止损掉 对不对 上次 好 那现在呢 应该怎么办 应该继续看涨 去测试 大型的下跌趋势线 我们看近期 他也是完成了一个小的一个小 小趋势啊 小真的 小下跌啊 哎 那么创了新低啊 那这个小趋势线也是这么画 那现在正在反弹的过程中 那多头呢 应该去带好你的营统止损 去测试下跌趋势线啊 那么更长线的多头呢 应该等待右侧啊 点位 等待大型下跌趋势线突破之后的右侧点位 在意 好吧 这个也有点忙啊 你看这些 所以啊 这种我们啊 这个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这wsb概念呢 很多人都喜欢交易哈 嗯 所以我们啊 有偶尔简单跟踪一下 比较典型的哈 我们看一下wen饭馆啊 嗯 哎 我刚才第一眼看到的是啥 双重底 有人说啊 这是缺口 是的啊 哎 这也有趣 好 这是一个一个孤岛啊 甭管什么孤不孤岛 这是不是双重底 像不像 像啊 所以这个双重底呢 他现在正走到了第一侧量位哈 W底第一侧量位啊 他给的V啊 目前正大责责 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判断什么呢 判断阻力区域在哪 我们看到啊 在这个位置有个明确的点 啊 这个点可能是假突破啊 以更多的触点为标准啊 啊 让他们都触碰的啊 那么 再乐观一点啊 就是让他走一点到这 对吧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阻力区域哈 还有没有可能提前咬折 也是有可能啊 所以多头要注意了 在他可以的一出现阴线的时候 是减仓的时间点 说他万一抹上去呢 抹上去就再继续往上看啊 那么下一个重要的阻力区 应该是在这 对吧 大家看看是不是啊 更高的 像这种图呢 就只能这样画 这个图你喜欢吗 我答案是不喜欢的 这是啥玩意儿啊 啊 好吧 啥玩意儿 啥也啥也不是啊 但是啊 他一旦长起来 还有可能很猛啊 我们看 对不对 理论上应该这么画 去是线 怎么画都不行啊 这图不是很好看啊 对不对 好 拉升 好 这个图 这个图看一下 看一下就行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个 CLNE 油气炼制和营销啊 近期也是零涨 这一上一这本一周啊 也是零涨 这个图我们分析过多次啊 多次 理论上都应该波段化处理过 对吧 他没有弹上去吧 不能成交 好 我们把这个闪掉 再重新看这个图 这个图在干什么 大型的 下降的一个态势啊 我们啊 让更高 更多的这个点触及到就可以了 或者再往上拉升一下 也不行啊 还是还是放这吧 画线也比较重要啊 画线不是那么准确啊 不是那么准确 要给他一定的空间 所以一些移动止损啊 一些啊 减仓啊 或者是调整仓位 都是非常必要的 啊 对他来说 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 啊 通道的感觉啊 啊 这个通道还是比较明显啊 所以我们画一下啊 我个人是不是特别喜欢通道啊 主要还是应对 一些啊 暴跌行情的 对吧 那么这个现在 最近啊 他在干什么 他在反弹 说到反弹一定会直直勾勾的上去吗 每次问这种问题 我自己我都 我都觉得啊 不一定啊 所以我我我这个人呢 就是不一定啊 就是就是我的分析理论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我们首先看啊 这是一个通道 我估计很多人都看到这个通道了 那有的人也会预期 可能会谈到这个下接趋势线上 对吧 嗯 所以呢 多头应该怎么办 首先呢 应该把这个小趋势线画好就可以了 好吧 但有时这趋势线你看 他走一走 他又回落一下 然后再修正一下 形成一个新的趋势线 你看上一次就是这样 对吧 那么这一次呢 现在还在上拉的过程中 那估计呢 在短线范围内呢 可能会遇到 啊阻力区 比如这个位置 就是重要的阻力区域啊 到这个位置 可能要提防可能的回落啊 如果回落的过深的话 需要调整好你的趋势线 行吧 假设他还是维持原来的震荡的运动状态 对吧 所以原来的运动状态有这种连续性吗 一般情况下都会都会维持原有的运动状态 因为这是东方双方形成的一个共识啊 对运动状态的一个共识啊 所以才会有这种规律 但是呢 多头应该啊 都要降低预期啊 在不同的目标位啊 适当检测 好 这是CLNE 好 我们看一下 呃 生物技术 MN MD 快速看啊 哎 这个图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比较年轻啊 比较年轻吧 然后 画出我们的典型趋势 反正这趋势线够不到 到下边 那再补一个 从这个次高点再往这聊 哎 这是创新低了吧 画在这 好 这两个趋势线画好了 也就是我们的 即便是多头出来的话 也会有遇到重要的阻力啊 那么当前呢 正好运动到这个趋势线 现在应该看多吗 其实我们还观察到 这里还有一个隐含的小趋势 看到吧 创新低 然后突破了 那接下来多头呢 其实 不好预期啊 这是空头 空头环境 所以呢 看一下就行了 那么多头 其实理论上 如果想要去做一个反弹的话 那应该先看突破上去 然后 先回路啊 再直接形成一个次低点的时候再做啊 这个这个图我不喜欢啊 首先它的市值过低啊 3.69亿 其次都已经跌到一块钱以下了哈 这个确实啊 有时候暴涨的话可能会那什么啊 盈利很多 但是风险比较高哈 而且是一个空头行情 咱们不去踩底 好吧 因为它创新低的嘛 嗯 好 这个图也过 好 我们看一下BB BB还看吗 看啊 看完了啊 呃 BB这个图呢 你看 也是长线的一个趋势线 对吧 嗯 我们一直都在等什么呢 我们一直都在等一个可能的啊 可能的突破 然后回踩形成二次底 那现在一直都不给啊 这个BB也是是吧 这BB好像比刚才那个AMC和GM要更悲观是吧 它跌的比较深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 等待 现在有突破的一个小迹象啊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实际上把这个往上调一点 它刚好测试到趋势线附近 对吧 所以后续呢 应该等待一个明显的回路啊 形成一个二次底才能进 好吧 那么已经进场的 也是按照我们的做法 带好一个趋势线 也就是说进行波段化处理处理啊 说现在股市进入到牛市吗 没有 包括那些龙头股 它也不是牛市啊 它是震荡 有的有的龙头股已经跌了很深了啊 那即便想上去 也是反反复震荡才能上去 好吧 是要上去 即便上去也是大型震荡 对于BB来说这种毛股呢 也是啊 大家要注意啊 尽量少参与 好 看一下 但是有人在参与啊 所以才分析 好 我们啊 这这期节目先分析到这儿 那么周日的下一期节目继续分析一些我们 啊 这些我我们网友之前问过的吧 不要都都分析了 好吧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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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